富裔空间设计 手感机能 退休风尚宅 这是一个做给未来享清服用的退休宅 吴主夫妻俩共同为事业打拼多年后 过几年准备退休 因为看过朋友的房子 是交给富裔设计的陈景树设计师操刀 住了十几年后 依然舒适耐用 因此这回也找上陈景树设计师 替他规划未来退休后住的家 这是一个长型的空间 室内屏竖进六十平 走入室内的玄关 刚好位于光线的末端 因此顺势将玄关的空间颜色压低 这样走进玄关 再进入室内 反而更容易创造出空间明亮 开阔 豁然开朗的隐喻效果 在进到玄关的时候 我们把这一个所谓的鞋柜 或是说衣柜的收纳 尽量以反射性 比如说像那种铁灰色的部分 来做视觉上的铺层 现在是三个成员 可是包括亲友的来访 在这个餐桌的尺度放大 它其实可以容纳到八个甚至十个成员 我们就希望说在视觉上它是柔和的 它在主灯的设计我当然透过步骤出来 它已经把它柔和化之外 我们这边当然有用到一些所谓的间接照明 间接照明 然后让整个空间的亮度可以比较均值一点 一般来讲的话 餐天减连着大部分最相关的空间就是厨房 所以我们在这个厨房的设计 其实是以工作的这个角度来思考 也就是说它的流明糟度我们把它加强 然后再配合上白色的这个柜体 白色的台面 所以整个厨房区的明亮度其实它是拉高的 所以有访客来我们做一些点心出来的时候 有可能整个厨房区它还在工作状态 也就是在视觉上可能会稍微混乱一点 那朋友来我们把这个食物端出来的时候 它在里外的差别它用一个拉门做区隔 这拉门我们用透明的玻璃加上砂质的内秤 那这样的优点就是说 我们在厨房跟餐厅区呢 它的光线其实可以互相穿透 从门口到这个落地窗这边 它有一个很大的量级 相对的就是它在整个视觉上 它是占了一个很大的重量很大的分量 那我们要让它很自然地存在在这个空间呢 它必须在整个设计上去做一些修饰跟减重量的思考 大面积用浅色木纹 可是在视觉的视听面跟装饰面呢 我们用的食材深色的灰色的 让它在视觉上有一点深浅的对比 之前的工作经验或是在生活旅游之中 难免会有一些经验性 可能值得回味的一些物品 家里的收纳可以在电视这边做一点陈列展示 那比较隐性的项目呢 就归纳在收纳的部分 对 那让收纳自然而然地存在 可是陈列出来的话 我们让它有材质的变化 有材质的趣味性 然后再加上屋主本身的雕作品啊 像框啊 甚至书籍也好 摆在已经预设好的层次之中呢 它会有相得益彰的效果 在这个视觉上这边有一些深浅的强调之后呢 其实你就忽略掉上面凉的存在感 以往喔 在比较小的空间它是处于单走道 也就是说房间一出来呢 大家可能在走道上就会有聚集 那相对也会形成干扰的效果 在亲密与独立空间之间呢 要如何取一个比较平衡的做法 刚好这个空间呢 它有条件做出双动线 也就是说 虽然一家人 可是在晚上 悟到晚安的时候呢 它可以到独立的空间 所以我们从公共区域进到主卧的时候呢 我们在墙面其实是做了木质和桃木下去 手软的那种纹理喔 透过那种灯光的氛围 然后引导到主卧室跟女孩房里面 公共区域的地面 我们用了仿石材的这种砖 让整个比较大方 比较工领域的那种大气感呢 能够呈现出来 屋主因为工作的关系喔 其实常常飞来飞去 整个空间的营造部分呢 是希望说能够达到平常去旅游 甚至说去出差 做的那种清几饭店的那种大气 大方的那种感觉 可是又能够营造出属于自己的那种归族感喔 根本是归纳给女主人来做大部分的使用 那在电视的那个两侧 一些比较密闭的可能都分配给男主人来运用 整体的收纳量就可以满足这个日后未来的这些收纳的机能 这个空间本来其实是一个大四房的设计喔 等于是大四房再加上半套 等于将近4.5左右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 希望把空间还原出来喔 让每个人都可以去活动到每个空间喔 那除了主要成员 主卧跟女孩房之外呢 我们特别规划了一个多峰的一方喔 所以多峰呢是我们用了 呃...条纹玻璃 让它有纵向跟横向的分类 那在开跟关 会产生不同的光影的趣味效果 我们做了一个卧榻 那如果你想 平常在那边可能想要 或坐或卧或是睡个午觉 其实它是有产性功能在里面 真的由访客来讲 它可以兼客房来使用 女孩房的设计喔 保有就是一个年轻女生呢 这个颜色的这种活泼感 所以我们就让这个 这个电视的墙面 做了一个淡紫色的快艇 那包括说它的这个窗帘 窗帘的话在这个 遮光跟这个沙之间呢 我们也是用紫色来做陪衬 在整个收纳柜体 就是用了少量的展示空间 之外呢 全部用隐性的白色柜体 来兼具收纳跟背景的视觉 然后有一个机灵空间呢 偶尔出国或是旅游 难免会有一些行李或是有一些 收纳配品之类可以放在那些 机灵的收藏空间 设计师希望妥善规划给屋主 长久居住的生活空间 所以在空间的机能 从收纳 灯光设计 动线上全面周到的考量 而在色系和风格上 也以沉稳 人文 气质作为空间基础 让屋主随着岁月的增长 也能在这里自在地生活 温暖而不空洞的空间氛围 希望带给他们一家人 以做住的长久愉快的 量身定座大宅 设计师Tips 量身打造的空间设计 应该从居住成员的年龄层 各自的生活习惯 从细节中植入动线思考 技能收纳 以及灯光视觉的缜密贴心考量 才能为屋主营造一个 长久安居的好宅 想欣赏更多富裕设计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